聊數碼新聞動態談行業內報告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期的健哥說春節特別節目 上兩回咱說吧 對吧我們跟AMD之前 銳龍71800X的首發直播 還有銳龍5的北京發布會 蘇媽親自來的直播 合作的都比較愉快 所以說最後我們還AMD 我們還需要給AMD做一個 這個他們的銳龍5銳龍7的一個詳細的評測視頻 還正好趕在他們銳龍5正式開售的那一天 AMD那邊對此也很期待 說你們前面兩次合作都不錯 我們這個票子也給了 CPU也給了 主板也給了 蘇媽也念了你們的東西了 這個應該都懂了 所以我們當時就緊鑼密鼓的開始了 詳細的測試 不過這裡也說 AMD一代銳龍 站在事後主觀的角度來說 這個優的話問題是非常的多的 就是當時一個比較明顯的一例子是 就是很多人他一看發布會上 這麼牛逼去買了以後 就是到手的各種開不了機啊什麼的 然後當時的話根本沒有人去幫你解決什麼東西 所以就各種就退貨退貨退貨 所以導致其實當時AMD的主機嘛 我其實賣的是非常的謹慎 因為感覺到瞄頭不對啊 這個具體的原因我們這次試驗裡面有講過 是AMD的這個Agesa問題啊 但是呢我們問題歸問題 還是得硬著頭皮去測試嘛 當時我們就發現一個什麼很大的問題嘛 就是AMD這個內存控制器啊 哎問題很大 很多情況下呢 只能21335的引擎 那3000都上不去啊 當時費了很大的勁 對吧 才用了那個2933 當時那個技嘉的那個板子嘛 也開始提到當時首發給我那張技嘉的板子 哎呦那個內存的那個兼容性啊 真的就是基本只能2133用 所以當時我們也費了好大勁啊 其實當時我也是厚著臉皮 去找衛星要了兩張 一個是Z270啊 他們的什麼TITANI啊 還有一個是X370TITANI啊 當時衛星應該比接近期間的一個銀白色的一個 非常好看的啊 那個主板啊要個瓢了兩塊主板過來啊 那個哎 當時我們做這些評測的時候 非常不容易 廠家很少給你錢 哎 能要到一兩個產品哎 都已經非常的開心了 那時候AMD我記得 基本上把銳龍5月龍7啊 每個送了兩個哎 就非常的大氣 結果我們測試的時候呢 不僅發生這個呃 內存頻率的問題 而且發生他的這個遊戲性能啊 啊 實在是有點難打 當時我們找的1080Ti去做的評測 因為當時對吧 最牛逼的卡1080Ti啊 那我們肯定要拿剋CPU嘛 顯卡不太有評測 1080Ti去測 然後CPU的話 嗯 既測了 當時7400K也測了 腦袋熱測了一個765600K 因為當時的話啊 現在大家知道嗎 i5帶K的i5非常火啊 不管是之前的8600K 9600KF 1060KF 而且那個非常火 性能很高的油 但當時在7代的時候呢 7600K這個油的話 其實嗯 還是比較少見啊 很少人會去提這個油 哎 很多人說哎 你給我配一個什麼電腦啊 居然給我配台i5 不給我配i7 你這個怎麼怎麼 現在大家都懂了 但那個時候的話 大家還是非i7不上 當時測試的時候就發生什麼問題了 那遊戲性能的話 AMD的非常的拉垮哎 比如說CSGO 那現在我們看啊 這個CSGO哎 AMD那邊吊打英特兒 但是在當年的話 對吧 AMD那個根本就不行 幀數落後了 快100幀 非常的那個 那很多遊戲都不行 到時候我們已經想了各種辦法 哎 比如說把AMD這邊的頻率 強行把它拉到2933 哎 它會有一定的提升 同時呢 Intel那邊啊 我們很多情況下 當時我們也找了6950X來做測試 因為當時6950X是Intel的起電碼 價格要 官方價格15000 AMD的話1860X官方價格3999 其實說實話 理論性能來說 1860X3999的價格 哎 離那個6950X 150X其實也不大 咱們來說性價比都是很高的 但是當時還是為了稍微照顧一下AMD 其實6950X時候很多時候 我們沒有把那個內存頻率超亮去 而且當時的情況下呢 是無論是銳龍還是X99的平台啊 你把內存頻率超到2933的話 它的提升度就非常大的 當時為了照顧AMD了 就沒有去搞這些東西 但是這樣的結果呢 AMD我們給AMD看了看 AMD非常不滿意 說你們這測的什麼玩意啊 說對吧 你們得按我們的要求 因為AMD之前有過那個測試表 就按照要求 測什麼什麼什麼優測什麼什麼遊戲啊 而且顯卡要用1070顯卡 再多少多少分辨率測 哎這樣測下來怎麼怎麼怎麼 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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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家呢不會去要你去造假數據 但他們會選擇性的哎 對自己有利的數據 那當時的AMD那就是這樣子啊 當時其實我說實話啊 當時的AMD資源給的也挺多的了啊 這個時候 而且那個時候 你喊一句AMD YES 也是政治正確 可能抱一個什麼樣的心態呢 就是啊 我不會去AMD 因為我知道它是一個對吧 現在還是一個實驗品不成熟 但是我就要喊AMD YES 為什麼 啊我天天喊AMD YES 這樣我能買到便宜的英特爾U了 哎如果這個時候不幫AMD說兩句話 那英特爾還在那邊漲價 那就不開心了嗎 還是會損壞我的力 所以那個時候呢 不管是出於對AMD的一個相當於人情 還是對於當時的輿論大環境啊 都是應該幫AMD說兩句 但是當時蠢銀飛一是年輕氣盛 二的話 確實我覺得 他當時對於自己的測試結果呢 他是非常的自信的啊 所以說他堅持要堅持自己的東西 關鍵是他偏要放上那台i5 7600K 哇當時的場面尷尬到什麼地步呢 AMD月龍全家的遊戲性能 你說幹不過7700K咱能理解 但是連7600K啊 就把AMD全家打得稀巴欖 哎呦 當時真的是 我們當時把這個 因為稿子寫的差不多吧 因為當時我去跟AMD溝通嘛 我就發個AMD那邊 AMD那邊非常的神奇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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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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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教育的頭頭是倒 哎呀我這也是非常難受 那我就找褚銀飛 褚銀飛就跟我對吧 我們是自媒體 我們把要獨立主觀怎麼怎麼對吧 我們雖然說AMD錢 但是我們要堅持事實對吧 不行就是不行怎麼怎麼怎麼 哇當時我就被夾在腦袋中間 哇非常的頭大 那所以當時呢 我就跟褚銀飛提了一個折衷方案 說你不行吧對吧 他非要讓我們拿1070扯 這個確實太LB了對吧 你說1800X這麼貴的顯卡 你去配個1070對吧 有多少人這樣配呢 但是我們給AMD點面子對吧 我們把7600K的成績去了對吧 就留一個7700K AMD1800X 遊戲性能不如7700K 哎這樣子 AMD那邊一個膠帶 你搞個對吧 打不過M5 這個太丟了 不行不行不行 堅持要這樣 啊 所以當時 還會夾在兩頭當中 哎兩頭受氣 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那個 而且他有什麼情況呢 當時我們在做這個銳龍皮特的時候 那AMD又有一個什麼 新的顯卡要發了 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580顯卡啊 怎麼怎麼的 當時AMD對吧 都說了 哎這個啊 上次我們的直播合作的不錯 哎 我們先給你們發兩張顯卡過去 哎 到時候對吧 美國總部那邊PK的費用啊 我們再找你們 哎 再約一期視頻 哎 非常的開心 非常開心 這個恰犯就AMD對吧 建立起了恰犯了 當時NV跟那個 英特爾都不屌我們 特別是英特爾 非常開心 但就是因為這個 視頻這個東西呢 非常的難受啊 當時我們我還以為是什麼 這個也就是對吧 說話 視頻裡面可能有些言辭 說的 不太給AMD面子 但是我當時還覺得 畢竟我們說的都是基於客觀的事實 這確實打不過AMD 而且我們也肯定了啊 銳龍在一些專業領域上的他的提升啊 而且性價比高怎麼怎麼的啊 確實遊戲那塊講的有點多了 但是啊 我們也試著幫AMD去圓了圓啊 甚至包括那段內存AMD的那個內存的那個控制器啊 確實是一團糟啊 我們也提到對吧 啊 英特爾的內存延遲多少 AMD的內存延遲多少啊 關鍵是AMD的這個 他不上高頻內存 基本沒法 性能影響很大 那關鍵是他的高頻內存就上不去 哎 當時就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非常老實的把它都弄出來了 結果 視頻發出來以後 4應該是4月16號晚上9點多發出來以後 第二天 當時我還太年輕了 這還我還跟AMD人說 哎 你看我們這視頻發出來了 哎 還是不錯吧 對吧 你們AMD官方要不然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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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跟我對接的那個AMD公安人員啊 心裡非常的委屈 也非常的那個 我們老闆看你的視頻 直接破口大罵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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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把我們都劈了狗血噴頭的 對吧 你就別想那個了 對吧 我們老闆現在非常生氣 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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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一聽有點難 有點難 雖然我認為啊 當時的那個R5 R7的視頻 算是當時比較全面 比較客觀的對吧 分析的AMD的優點和缺點的一篇文章 但是對於當時的AMD來說嗎 他們太急於去證明自己的 也就是他們容不下別人說自己的一點缺點啊 這你要再統一個對吧 遊戲被R5 7600K打全家 那個簡直是臉都沒法放了 哎呀 所以當時就非常的尷尬 完了以後對吧 果然 對吧 我又去問他們 過節問他們 哎 當時的那個之前發生了兩張顯卡 對吧 我們說什麼有什麼後續的 那AMD就說 哎呀 美國那邊又 總部那邊又翻車了 他費用的沒有到什麼什麼 當然這個 東西什麼意思對吧 我也懂 哎 這個 就人家就是覺得 那之前也給你資源 給你好處 怎麼小子不聽話呢 對吧 不按照我們的來 就稍微敲打一下 懲罰一下 那下次聽話了 咱再合作 當時褲銀飛也搞不清這些人情事故啊 喊在那邊問我對吧 就卡都測得差不多了 怎麼怎麼沒下門 哎呀 這當時搞得也 我也是真的 非常的難受啊 所以這件事就是當時對吧 極客玩跟AMD的一次小不愉快啊 所以說其實這件事情我後來其實我也反思了很多次 你說這件事情應該怎麼處理 確實對吧 你的CPU都是AMD給的啊 那而且之前AMD對吧 也以繼續發布會的名義對吧 給過咱一些費用什麼的 而且真的之前給的支持很大 兩次都是掛官網幫你去宣傳 哎 也幫極客玩漲了不少粉 那這個時候你遇到這樣一個情況 就是說 它所反映的遊戲性能 那跟官方宣傳的完全不一樣啊 打不過M 你應該怎麼去處理呢 後來我也想過 那到底應該如何去處理這個東西 因為畢竟這個評測對吧 你不是你自己買優對吧 自己那個的優純自發評測 它畢竟可以算是AMD給你的一個商單 畢竟你想想對吧 銳龍這一券優每個優給兩個 這也一筆不小的費用了 那我覺得對吧 一 如果說你既然收了AMD的推廣 要幫AMD做的話 那適當的多去強調一下 那AMD的這個專業性能比較強 哎 這個渲染的時候性價比高對吧 雖然跟6950X有些性質差 但是哎 價格便宜 性價比高 那這一段多強調強調 遊戲性能那塊呢 咱不是不說啊 就是適當的減少一些篇幅對吧 該提的還是要提 那個i5700K咱不一定就不提了啊 因為700K跟700K遊戲性能也差不多啊 就提個幹不過700K 然後呢 適當少說一點啊 這樣的話把重心放在專業性能提升 遊戲性能提一提啊 這樣子其實我們既做到了客觀對吧 也對AMD那邊有個交代啊 也符合當時主流的大環境 那如果說對吧 這樣的話 楚雲威他接受不了 他覺得不行 AMD這個遊戲性能這個太差了 我必須要大輸特輸 那我覺得對吧 咱是否應該把東西啊 給人都退回去 畢竟拿人東西啊說人不好不太好 那麼既然說人不太好 我們把東西都退回去 也給人一個交代啊 這樣人家也好跟領導去交差哎 那他們 對吧 吉康也意識到自己怎麼怎麼呢啊 就是所以跟我們之前東西都退回來了哎 人家還是有點神品都可以 但是當時我覺得選擇了一個現在來看啊 就是其實 當年有些太創動的一個決定對吧 產品咱都要對吧 給的錢給的產品來者不拒 視頻呢對吧 我又完全不屌你哎呀 這樣子的話 看來是很那個 那我知道說這個東西非常的敏感啊 對吧 總有人說對吧 你的視頻掐飯 這是商單是收的錢什麼的 我始終認為什麼 就是說 我們作為阿副主來說 那完全的不做商單是不可能的 那我們更多時候要什麼 就是要平衡好觀眾和廠家的 之間的一個關係對吧 做出來一個讓觀眾滿意 廠家滿意 同時自己也覺得對吧 表達自己的一個東西的一個視頻 哎 我覺得這才是阿副主說真正追求的 但這樣都是後話對吧 現在分析怎麼怎麼怎麼 但是當時確實 被AMD一些高層的點名批評過以後呢 那我們跟AMD的合作哎 相對來說就陷入了一些低谷 那很多的新品啊什麼的哎呀就 就輪不到我們哎 就是當時跟我們去那個直播的另一位博主 哎 他就獲得了不少資源 那很多新品他都能拿到哎 哎我們就只能幹的著急 哎當時我最特別的漂哥跟我說哎 你看看對吧 AMD出了點新顯卡哎 這些東西哎 我們啥都弄不到對吧 你說傳出去對吧 一個幾十萬粉的一個數碼博主 連個這個AMD的這個 Reddit顯卡都沒有哎 這個講出去像樣嗎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長一段時間對吧 即可玩都很少去測試 AMD的產品 因為確實真的 以即可玩當時的收支平衡來說對吧 貌然自己去花錢買這麼多測試產品 確實經濟還是有壓力的 所以說不管怎麼說呢 這件事情給雙方都帶來一定損失 但是過去的就已經過去了 也是這麼多年再拿來說一說哎 只能感覺到很多時候 當年我們真的都是太年輕了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啊 不知道你現在站在2021年 再去看一代日龍對吧 你是不是會認為當時的評測 是一個非常公正客觀的評測呢 那歡迎留言彈幕與我們交流 觀眾別忘了點一個小鈴鐺和點一個贊 因為我們是全職youtuber 你們點贊對我們非常重要 如果想了解各頓的電腦資訊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潮玩客 XLOK 如果想購買電腦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的淘寶電腐 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淘寶通商品 淘寶電腐玩客 淘寶電腐玩客 我是憲哥 我們下次再見